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先看金本 五百六十五页第七行 看金文 是故舍利佛如等借荡信守摩语及祝佛所说 这一段经文 莲池大使告诉我们 这个书里头说了 借荡信守 是唯一第三重劝 佛在这一会里面 劝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 这是第三次 向下呢 还有一次 四次地劝连我们 真正显示出佛的大慈大悲 真实地苦口破心 我们 唯一佛弟子 就要向善达大师在《上评上封章》里面 所开导的 所开导的 决定要相信佛所说的 佛一万 世间社会公认的善知识 修行正果的 摩罗汉毕之佛全叫菩萨 乃至于地上菩萨 甚至于等着菩萨来为我们说法 所说的 与《往生经》上所讲的不相应 《往生经》就是《净土三经》 它讲的东西跟《净土三经》讲的不一样 我们都可以不要接受 都可以不要相信 一定要相信佛所说的 我们这一生才真正就要得度了 如果不相信佛的话 是相信菩萨以下 不相应地开导 那你就是遇到魔了 怎么是遇到魔呢? 魔障碍你 这一生不能往生 魔就希望你 生生世世都搞六道轮回 这是魔来障碍你 来折磨你 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 决定要相信佛所说的 世证在此地说得非常之好 要相信魔语 就是本思释迦牟尼佛所说 这度佛所说 就是前面讲的六方佛 六方佛一口同音啊 赞叹释迦牟尼佛所说 为释迦牟尼佛所证明 释迦牟尼佛讲的 完全是四十真相 我们看著书 说由盼此处技术流通 先认迦牟尼佛正宗 一尘尚文正免信寿 令王僧故 前文二戒劝愿 今父劝信 前面两次劝勉我们 应当法愿生逼国土 这个地方是信 第三次 借荡信寿摩余 就是诸佛所说 实在讲真的能信的 那个佛报智慧 所以真的是无量不便 没有法子能够称说 这是经上有明文 自古以来 这个教下大德 叛经呢 就是这个经的段落 分段落 每一个人分的不一样 这些大德们所分的呢 说实在话都非常有道理 多有一番大道理 我们听听都不说 不能说哪个对哪个错 不可以说的 个人有个人的间谛 那么古德呢 又从这个地方呢 就判入本经的流通分 那么廉池大使 依然讲这一段经文呢 还是属于真宗分 他跟古人叛法不一样 那么我们知道 那么我们知道 以后的廉池大使以后 偶叶大使 他的《弥陶经药节》里面的 这个虚证流通三分呢 他六方佛就判作流通了 跟廉池大使这个判法也不一样 甚至于他那个风法 跟古来所有大德风法都不一样 可是偶叶大使也说出一番大道理 我们听起来也蛮好情好理的 那么这些呢 怎么个判法 人得见人 智得见智 重要的 我们还是要预经文 祖师的这个风口叛教 祖师的开导 都提供我们做参考 这是《四义法》里面教给我们 《四义法》不也 《四义法》不也 《四义法》是佛说的法 我们唯一的依靠 等着菩萨余下的解释 都是人 我们要采取 《四义法》与经所说的相应的 我们采取 不相应的 我们不采取 这是《四义法》大使教给我们 修学的原则 我们看《朝》 第三劝诊 尚言文士法者只是持民得生 畏为退与不退 这是前面第一次劝的时候 只是说明依照这个方法修学 若一日到若七日持民一心不乱 这个是决定得生进度 没有详细说明 不退转 今言不但得生 必与无上菩提永不退转 这是前面说过的 文士今受持者 既得一切祝福忽 借得不退转于摩六三日三菩提 这是说出来了 不退转 不但得生而且不退转 如是则愿当一切 我们把这些四十真相都搞清楚了 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 极限出了 向往的行 求生的行 一定更强 知道太好了 固云三阵 到这个地方 第三次缺乏 一定要相信 一定要发愿意 一定要求生 未属流通的 这林池大师解释他的判法 就是分断的方法 他为什么都要分 他说 这个不属于流通 以幸运往生 是一金妙领 这是这一步金最重要的纲领 就是专信 专愿 求生 净土 三金的性质 我们也说过很多次 怕有初学的同学 这最近才到大厂 在天津的前面没有听到过 再略为补充一下 三金佛当年讲经的顺序 是最初将无量寿司 将西方极乐世界 做一个非常完整的介绍 所以无量寿司可以说是尽宗概论 把极乐世界一阵庄园 阿弥陀佛 修阴正骨 以及建立道场 广度众生 都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第二呢 是讲《观无量寿司》 《观无量寿司》 里面给我们讲了三段事情 实际上讲就是无量寿司的补充 这三段事情 第一个是理论 试心试佛 试心做佛了 是把这个道理为我们说出来了 这是补充大金 没说的 第二呢 方法 西方极乐世界介绍出来了 怎么去 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 有观想念佛 观像念佛 持明念佛 实相念佛 把方法说出来 十六观 十六种方法 第三呢 详细说明了九品因果 实在讲呢 旧诗大经里面 《无量寿司》里面的三倍往生 在《无量寿司》三倍往生 我们不常 概略地说了一下 《观经》把三倍分成九品 细说应口 这是观经的性质 最后佛讲《弥陶经》 讲这个经的用意呢 劝信 劝愿 劝我们一心念佛 所以这部经自食至伟 就是劝我们 劝信 劝愿 劝信 所以信念性呢 是本经的三大要领 那么可见得 这个三经呢 是一系列的 大叔在此地 讲这段经文 还是判如正宗 于意为当 这个意思比较妥当 下面解释 事故 摄理佛说 如等正知生死 当年佛讲经的时候 法会当中 摄理佛尊者是当机的 你看在这个经上 佛都是叫着 摄理佛的名字 给他说 凡是叫着名字 下面的话就非常重要 叫名字 提起他的注意 底下的话非常重要 就叫着他的名字 那么如等呢 舍得想也包括我们 信心大众 我们读这个经文 如等 我们读在这个 如等两个字之中 由此刻之 这个经典 对我们自己 是何等的亲切 佛没有把我们当外人 如等包括我们在其中 换一句话说 就是对我自己说的 今未来一切 注重生疼 这是刚才说了 我们每一个人 都包括在其中 量以耶佛清宣 耶佛就是释迦牟尼佛 一尊佛亲自为我们宣讲 几当地心 佛的话是真实余 金刚经上所说的 如来是真余的 实余的 如余的 这个如余 就是与四十真相完全相似 没有增加一点 也没有减少一点 说的跟四十真相完全一样 不狂于的 不妄于的 佛怎么会欺骗人呢 所以我们应当相信 祝佛同战 更佛合一 这不单一尊佛书 我们在这里看到六方 六方就是摄方 摄方一切祝佛 都唯释迦牟尼佛 都证明 都赞叹释迦牟尼佛 说得好 说得没错 那还有怀疑的吗 决定没有怀疑 这个没有怀疑 那个信才叫真信 真信之后要发愈 决定罚愿求生 特别是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 我们现在处的这个时代 诸位呀多多历史就晓得 古今中外的历史你去看 从来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混乱 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真的是大乱之时啊 从前历史上所看不到的 经上讲 五诸五诗 真正是诸误到了即处 诸就是心不清净 天地被污染了 我齐心动念 淋雨造作都不善 那佛华里面所讲的 神造杀到云 口妄于免识 其余我口 亦贪嗔痴 今天众生 他所造作的是十五页 这个桌月窝 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明显 一年比一年在振扎 这不是好学校 增长到一定的时候 就会爆发大的灾难 学佛的人 头脑啊 比一般人要冷静一些 知道因果的关系 对于这个握阴握爆啊 多少啊 会有一些静止些 那么我们如何面对现实 换一句话说 我们怎样生活 我们怎么样过日子 如果没有 大智慧大福德 在这个供业里面呢 很难去免啊 大智大福 到哪里去求呢 怎么个修法呢 每个人都在追求 求不到啊 实在呢 摆在你面前 你不识祸 你不认识啊 清明经文 不是世尊不是明德 告诉我吧 文世尊受持者 既得一切祝福之所互念 这大福报啊 公义 公义里面可以不再难了 不受这个难了 你有大福报啊 借德不吹鸾鱼 摩洛多罗三秒三不敌 你有大智慧啊 所以 知足幸运行 这个人就是有大福报 大智慧 才能够度过无浊无事 所以这个经典法门是真正不可思议 一切祝福 为什么要互念 为什么要赞叹 有它的道理 这不是随便说的 那么底下说的 信念行善不可欲缺 缺一个都不可以 要真心 要真正地发愈 要真地念佛了 道理搞清楚了 那四十真相明白了 真心呢 是没有问题了 运营必须把我们眼前处尽 认识清楚 其他法门修行的困难 真的明白了 西方世界的殊胜 这些神决定能够去得了 通通搞清楚了 你的愿自然就生起来了 有了念之后 一定要依照方法去修书 那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方法 念佛 念佛最重要的 是心上有佛 而不是说口上有佛 口上有佛 心上没有佛 那就是从前 韩善善识得 这二大师 嘻笑这个念佛人 叫韩破喉咙也枉然 为什么呢 有口无心 所以念这个字是精心的 现在的心 你心上真有啊 这个叫念佛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心里头真的有了 心里面真有 不但得天 你念字在字 夜晚睡觉啊 也会梦到佛进去 这是俗话常讲啊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啊 这些都能证明 我们念佛的功夫 那梦中能够做得了主了 将来这又是病痛的时候 病中可以做得了主 这些很重要啊 一定要把阿弥陀佛 把西方极落世界一阵庄严 要放在心上 这时我常常劝同学们 要读经 要听讲 我们不是单单把阿弥陀佛形象放在心里 行象放在心里 也不行啊 那做了相啊 于痴迷没有什么两样 要把阿弥陀佛心愿即行放在心上 这叫真念佛 阿弥陀佛存的是什么心 也就是说明 阿弥陀佛用什么样的心 除世代人酒 我们要学到 经上说的很明白 阿弥陀佛用真心 不是忘心 用清静心 用平等心 用大慈悲心 我们是不是也用这个心 除世代人酒 我们真能用这个心除世代人酒 给主说你是真念佛 你的心跟佛心一样 阿弥陀佛是什么愿望 经上的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 远远都是普度众生 我们把四十八愿念得很熟 把四十八愿变成自己的大愿 我的愿跟阿弥陀佛的愿也一样 这是真念佛 阿弥陀佛怎么样修行 阿弥陀佛如何正空 如何在四方世界接引众生 我们把这些事情 时时时时刻刻放在心上 静念相继 这是真念佛了 依照阿弥陀佛这个样子 这个模样 塑造自己 使自己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 诸位想想 那还能不我神吗 这决定我神吗 平常口里面念这句佛号 它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 提起自己的正念 就是阿弥陀佛 第一个作用 心愿戒行 无量功德 提醒自己 不要忘掉 第二个意义呢 是戒阴众生 我们念出来 人家听到了 一立耳根 永归道中 所以出身念佛是自立立他 没有人的时候 也应当出身念佛 我们眼睛看不到 这六众生 还有鬼神在旁边 他也会听到 我们念佛号 他也得利 所以这一句佛号功德 真实不可思议 用这个方法自立立他 所以 信愿行这三条 一条都不能去 去一条都不能够往生 故秦闻劝怨 敬佛劝信 佛劝这 前六方中一切 当心事件 这是祝佛劝的 将佛名言当心无语 佛实实在在对得起众生 众生对不起佛了 辜负了佛的教诲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佛有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 劝我们相信祂的话 相信祂所说的 良意不愿 由于不信 我们往生的愿不切 不真 原因在哪里 我们没有真心 为什么没有真心呢 这个事情没有真的搞清楚 没有真搞明白 真搞清楚真搞明白 那哪有不相信的道理呢 没有真搞清楚 不信则欺心无由啊 切心是念佛了 虽然口里念佛了 念佛像扶贫一样 没有根 故佛于此今重重全心 如大本言 在《无量寿经》上所说的 不信佛于者乃悟道中来 余阳未尽 于此不信未当谢土 在《无量寿经》上有这么一段经文 佛给我们说明 闻到这个经 他还不相信 这是他业障很重 前身是从卧道来的 前身从卧道来的 这是事实 现在在外国 外国用科学的方法 证明他们现在外国人相信有六大轮回 因为在科学证明里面 发现很多人前身是出生到来的 人到来的比例并不多 从出生到来的比例很多 那么至于卧鬼地狱他们还没有 还没有办法能够发现 从卧道中来 与余阳未尽 所以他愚痴 遇到这个法门 他不能相信 不能谢土 他这一身做佛的缘 没成熟 未当谢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臣佛 就是谢土 又发葬月圆 又发葬月圆 这是《无量寿经》 四十八言里面说的 智行信药 余生我差 十念别生 智行真心 相信 相信 欢喜 这是信成就了 信成就了 余生我差了 这是怨成就了 他有怨 有信有怨 十念是行成就了 十八言里面 神念必生 唯一处无涅毁谤正法 无量寿经上 说的是什么 无涅毁谤正法 而佛在观无量寿经上 告诉我们 无涅毁谤正法 也能往生 那么由此可止 此地无涅加上毁谤正法 这不能往生 如果无涅罪 不毁谤正法 遇到这个法门 在临终的时候 他能信能愿 他实念也能得生 这个 《观无量寿经》 下评下神章 就是造无涅毁谤正法 就是造无涅毁谤正法 临终于善之时 绝对不识下下评 我们没有造这么重的罪 不识下下评 这个棒正法者 不信之为 所以这个棒法 他信 他就不会棒法 棒法就是不信 此地 此地 希望同学们 要注意 这一句 决定不能粗心大意看过 意思 非常深广 我们今天修净土 看到人家参禅 批评他 毁谤他 看到人家持咒 我们批评他 毁谤他 行不行呢 不行 都是属于办法 无量化门都是佛说的 你要亲事毁谤 就是报佛 报法 都造成了我们往生的障碍 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 对这些不同化门的人呢 要学善财同子 善财同子 五十三参 五十三位善知识里面 标榜念佛的两个人 前面第一位 德勇比丘 最后一位 普贤菩萨 当中 这四十九位 代表的 无量无边的法门 向他同子 他的态度 对待这些不同法门的大德 恭敬 赞他 这是对的 战佛战法战胜 决定没有毁谤 虽然李敬赞他 向他同子不学他 所以那个经最后都有啊 那个括题里都有啊 念得理词 念是说 念的是非常羡慕 羡慕你们的修书 我对你非常恭敬 我对你非常恭敬 词是什么呢 我不学你 你们学得非常好 我还是老实念佛 我不学你这个法门 那个李慈是这个意思 依旧是一门神父 所以我们在这个五十三餐里面看到 每一个人都是一门神父 放门虽然不相同 成就都是一样的 互相赞叹 没有互相毁谤的 这一点诸位同修千万要记住 那听到别人回报我们 我们获掌阿弥陀佛 不要去辨别 我们这个态度就对了 你这个辨别呢 辨不清点 欲辨 他回报阿弥陀佛 他报一句 一句阿弥陀佛 他说个十句八句 说累了 他就不说了吧 他回报我们李赞 我们后掌是李 乘阿弥陀佛是赞 他回报我们李赞 这就对了 所以这一句意思非常之深 我们不能犯这个故事 是帮发着不心之为 有文书般若今如今所也 引用经文上说 莫后也说 为处不信 又华言经为信为道远公道 这都是说明信非常非常重要 华言经讲 华言经讲信是道之远 远就是本远 是根本的 信是入道的根本 功德之母 母是比喻能生 母亲能生儿女 信就好比说母亲 能生欲切功德 所以说行为道远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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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父内言不止 内言就是一遍一遍地说 一遍一遍地劝 其也突然在此 不是没有道理 很深地苦心在里面 所以佛菩萨 这是不厌其烦 一遍一遍地劝我们要相信 世出世间信心 尤其是出世间的大神 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真相 通达明了 通达明了 为我们宣说 这是我们应当要相信的 他为什么通达明了呢 人家心清净 清净心照见 心像一面镜子一样 把外面境界照得清清楚楚 明白白了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灼污 这是污染 灶的作用完全丧失掉 这灶的作用没有了 说起的作用 胡思乱想 佛门说的里面叫 邪知邪静 胡思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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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身与口的躁责 就胡作妄为 这个罪与 这个罪业就重了 这个罪业就重了 国报就苦了 所以说 为什么要对圣贤人的 这个言论教诲 我们要相信 道理在此地 今天的人 不相信 孤身先行 也不相信别人 都相信自己的邪知邪见 你说 这怎么得了 一丝毫谦虚都没有 咱们《中国语经》里头 六十四卦 牵挂 牵授 牵授 遗厌 牵虚的人 能够接受 无量无边的利益 难找损 现在人心慢点 不牵虚 善言善行 进不去 这个是 天下霸乱的根本 原因 就是决定不能接受善言 不能接受神贤的教训 下面说清凉大思源 高齐大心和尚 终从念佛 以四字教招 唯 为信义二字不利于心 称敬二字不利于口 往生进土 往生进土 要是有信 亲信之亲生 万信之万生 这是清凉大思说的 华言宗第四代的祖祖 现在流通的华言金苏抄就是清凉大思的著作 书是他做的 抄也是他自己做的 跟这一本《苏抄》一样 《苏抄》是解是经的 《苏抄》是解是苏的 就是注解的注解 原先注解了 注得太深了 怕后人看不懂 把意思测灰了 再把这个注解做一个注解 这就成 这个真的是慈悲道的基础 清梁大师举这个例子 高启 这是南北朝的时代 齐哥 这个皇帝姓高 称为高齐 东国历史上 以齐作过号的有好几个 用皇帝的姓来区别 这是南北朝时候 大型和尚 专修念佛法版 他念佛有四字诀 就是用这四个字 教导念佛人 这四个字呢 信义 还是把信义摆成第一 一时大师智菩萨讲的 一佛念佛了 一时心上真有啊 常常常想着佛了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想佛发心 佛当初怎么发心的 这无量寿静上 师征为我们介绍过 佛是怎样修行 怎样发音 怎样帮助一些苦难众生 俗集运营成佛道 俗集是快速啊 不要三大神奇迹 时间太长了 缘是缘满啊 不要五十一个阶级 慢慢的太辛苦了 这都是阿弥陀佛 无量的功德了 我们常常想这些 不要胡思乱想啊 胡思乱想 不想佛 给主说 你所想的 都是叫造轮回业 天天不断造轮回业 你还能出得了轮回吗 决定出不了啊 我们今天把念头转过来 转向阿弥陀佛 西方世界一阵撞云 想他们那个无量功德 把念头转过来 这个修敬意 心清净 刚才说过了 与佛的心愿皆行都相同 常常想 自自然人就相同 自然就相同 心里二字不离于心 心里头真心 常常一否 趁净而自不离于口 趁是臣民 口里面灭佛 阿弥陀佛 不离口 那个禁怎么讲呢 是不是一天到晚 在那里拜阿弥陀佛呢 不是的 阿弥陀佛也不需要你拜 这个禁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待人皆无 认真负责 这是禁 禁忍 禁思 禁业 我们从事某一个行业 把它说禁业 禁无 对一切无 爱惜 这是禁无 佛 禁一切众生 我们这样做法 这叫禁佛了 不是看到佛像对他很恭敬 见到父母 理都不理 摆个面孔给他看 那成什么话呢 那不成话了 那不是学佛的人 所以要把对佛的那份禁心 对一切人 对一切似一切无 这就对了 这是普贤行愿里面 我介绍诸位的礼敬祝福 我们这个修行就从这个地方挑起 因为我们实实在在说 没有学佛之前 我们不懂什么叫禁 学了佛之后 我们才恍然知道 原来我们对人对私对我 都没有禁意 那就大不禁了 从今天起我们学佛 称经二字不利于口 这口包括身 往生净土要许有信 求生解放极乐世界 信是第一个条件 没有信决定不能往生 真心 信当然有缘 当然有信 所以一千个人信 这个信就是知足心愿心的 这一千个人统统会往生 一个也不漏 一万个人能信的 这一万个人多是 古人常讲的 万修万人去 一个也不会漏掉 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一万个念佛人呢 真的能往生的 也不过就是二三个 跟古人讲的万修万人去 也不一样啊 是不是古人说错了呢 古人没说错 现在念佛人呢 讲信呀 嘴巴上讲信 心里也不相信 那是假信 不是真信 所以不能往生 它不是真信 真信的人 还会留念这个世界吗 还会贪图名闻利养吗 对于这个世界 有一丝毫的留念 有一丝毫的牵挂 那都是不信 真正相信的人 真的是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了 这个放下给诸位说 不是四上放下 四没有障碍 四四无碍 心上放下了 心地情境 心里面只有佛 只有净土 除了佛净土之外 这个娑婆世界里 确确实实 没有一点挂虑了 没有牵挂 也没有忧虑 那叫真信 这样的人 就是千心千生 万心万神 是这么个意思 弧宽 底下几句话重要了 幸福名字 祝福吉旧 祝福吉乎 大四这些话都是说明经里面所讲的经意 最精诚的开导 只要你相信 只要你相信这句 但你都可以 你都可以能够逼命 你都可以不会受低灾难 这个福报多大 我们今天多少人都在这里求 不晓得用什么方法求 不晓得用什么方法求 你会颠倒 所以最殊胜的 最稳当的 最靠得住的方法 摆在面前 他不相信 那种法子 福就救你 不是一尊佛 所有一切佛都救你 所有一切佛都护念你 心肠义佛 口肠称佛 身肠敬佛 实名身尽 这是把这个心 标准说出来 心的样子说出来 什么样 这叫身心呢 心里面真有佛 口里都常念佛了 身肠敬佛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从早到晚 除世待人见佛 一切恭敬 这他叫身心 任意早晚 总无再住 年复之法了 任地是自在 生死自在 往生自在 早晚的时候 我想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去 我想晚一点去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可以随自己意思 想去得去 想多住几年都不碍事 绝对没有 再搞轮回的道理 再住 延伏之法了 就是搞六道 轮回了 再不会 搞六道轮回了 涌出 轮回 生死自在 那么至于往生早晚 绝对不是贪念这个世界 哎呀 我还不想去 我再过几年再去吧 那个人吃不了 吃不成 什么云烟 他不去被留下来呢 还有一些有缘的人啊 需要我们劝导他去度他 只有这一个理由 那是化缘已尽 那就去了 再一观察 已经没有缘分的人了 我住在这里 没有用 这些人更新没成熟 我劝他也不听 他也不能接受 那我就应当到极乐世界去了 如果还有人 我劝他 他肯相信 他也肯认真 法院念佛 往生净土 我就不能去 我要帮助他 是这么一个道理 祝福菩萨 硬化在世间 完全是语言啊 度中生的这个语言 语言之 佛菩萨就来了 硬化就来了 语言静了 他就走 这个里头绝对没有情爱 没有这个东西 有这个东西 是搞六道轮回了 此策发信心 最为切耀眼 这是清凉大事 赞叹大行和尚 教给人念佛的方法 测语言之后 测语言之后 硬认发信 这四个字 简单 恶意沉测语言之后 性已沉浸 这个演义里面 勒意沉测语言之后 这是解释 抄里头 这一句话的 如同 这是佛在经上讲的 性不构浊 心清净 这是大经上的记者 这一句话 跟金刚经上所讲的 性心清净 色森实相是一个意思 同样的境界 我们对于西方世界 对于阿弥陀佛 产生真正的信心 你的心就清净了 为什么清净呢 身心世界一切方向 那哪有不清净 就清净了 西方世界一正庄严 就是实相 这一句阿弥陀佛 六字鸿鸣 就是实相 心能习是心无令 这一句话放下 一心一意 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地方 统统可以放下 统统可以失识了 绝对不会再有一点点吝啬了 没有了 真放不下 心能欢喜如佛法 发喜充满 清净心心 这一句就是一般所讲的 修行正果 正如啊 正什么样的果位呢 最低的果位 最低的果位 原人叫粗珠 别叫粗地 就是金刚经上讲的 信心清净的孙摄像 孙摄像 就是见到 真如本性 真如本性 就是实相 就是禅宗里面讲 明心见心 粗度菩萨 破一品无名 真一分真心 这叫辱佛法 这个如是真如啊 其如啊 那这就是法身大四 大臣修学 紧净快速 大臣法里面 尽踪 持名念佛 尤其不可思议 只要你专心 说实在话 你现在虽然还没有 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将我们现在 我们对尽忠法门 对尽头五金 真正深信 一丝毫不疑惑 真如真能念佛了 我们现前 这个地位 等于原教出土菩萨 等于别教出土菩萨 这前面讲的 那个不退的意思 现前不退啊 往生以后啊 就从这个基础上 不断向上提升啊 提升多少个等级 那看你自己的功恨 你用功的程度 决定往上提升的 就是第三个 信能增长至功德 他不断地往上提升 信能彼道如来地 如来地就是 究竟圆满 都在这个信词 所以主要想到 我还有这个牵挂 还有那个想法 还有这个 哎呀 放不下 都叫不信 所以这个几句啊 希望主要能够把它写成小本子上 常常念念 检查检查 我们信啊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信的到了什么程度 这是这个法门 你说真的叫妙极了 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 信的不以之味 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 完全肯定 受着信仪而临那不忘之味 这个受是接受的意思 我相信之后 佛在这个经典上所讲的理论 我统统接受 依照这个道理去做 佛所讲的方法 我完全接受 遵照这个方法去修习 佛所讲的境界 我完全接受 我修行一定了 逐渐逐渐 骑入这个境界 这叫做 有许多人 对于受持的意思不同 你为什么呢 每天把这个经念一遍 就是他受持了 哪有那么容易这样 那个叫读诵 受持是另外一回事情 受持真正接受 这个佛的理论方法 境界种种教训 统统接受 认真去做 那才叫接受 而且尽心受地去做 决定不违背 那叫持 持是保持 就是那个相识的意思 我不会中断 我永远这么做 信而不受 又佛心灵 假如信 信而不接受 没有受 那这个信得不到理解 缓是空过 所以信底下一定要受 受了一定要信 那个功德才是圆满的 这个复慧二言 实实在在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理解 我们很清楚 很明白 表现在外面的 真的是发惜充满 发惜充满 就是我们世间人 非常羡慕的 快乐美满的人生 真正快乐美满的人生 唯一有念阿弥陡佛专修 有减土的人才有 真快乐 真幸福 真的美满 我们把底下这一句言念下去 信而不受 信而不接受 譬如有人 愧你欲宝 这愧是尊宋 有人送礼物给你 送的是非常 这个珍贵奇异的宝物 虽之是宝 身心不已 知道这是个是宝 还算适合 但是怎么样呢 拒之不纳 不接受 那么你得不到利益了 信以何以呢 这样信了之后 得不到利益 故约有何信 所以说跟那个不信呢 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信呢 一定要受 受了 一定要行 那么下面这一段呢 是从 维社理上 来给我们说明 就是维社论里面 对这个信子 所下的定义 也值得我们 做参考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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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